炎炎夏日最令人感到消暑的当然是来自冰棒 让人有最幸福的感觉 竹山镇富州社区是南头县火龙果最大产区 当地农民为了要赠助社区的经费 将所生产的火龙果提供给社区来制作冰棒 不仅美味可口口感也相当特别 一大片的火龙果云一颗颗火红的果实 令人扯淫雨滴 这也是竹山镇的富州社区 此时正当是火龙果盛产的季节 国龙们在揣收后将颗粒较小的吃几品 免费来提供给社区来制作冰棒 市卖后成效很好 也成为社区长辈们免费午餐的经费来源 我们也有在做火龙果兵 因为在地有生产的火龙果 我们这个农院都会拿一些火龙果来 给老人吃以外 如果有些村庄比较多的时候 拿来我们社区会把料理来送给制冰工厂 来给人做一个火龙果兵 我做完我们社区的产业 社区的长辈们大家分工合作 将果龙送过来的新鲜火龙果 赤皮切片只要用锁一拨就能顺利的将果皮剥开 只为长辈们只是用水果刀将赤皮的红绿果切成一片一片 装带后就准备送去制成冰棒 长辈们表示制成冰棒不仅可以消出血热 而且还能帮助农民消化吃鸡皮的果实 而且吃过的人都成三不一 黄狼是我们普通的水果 吃得很好 退会 对身体有办法 吃的口感 是这样 鸡粉啊 鸡粉啊 搅搅的 很好的 小姑拿来做黄狼冰 黄狼水果冰 就做鸡的冰拿出去买 买给大家吃量 吃得很好 大家很欢迎 是啊 那做的 如果要吃冰也可以吃 煎粱很好吃 它就比較小顆 燒到不去 就拿來這裡燒 這樣啦 不然你燒不去 那角沒菜啊 那東西好吃 那角也很沒菜 拿來這裡放不去 算有消化去就不錯了 就很好吃 做冰很好吃 味道就 甜甜好吃 涼涼 明年的七八月份就是 紅豆果的生產季節 果龍們會在清晨天剛亮 就下天採收 然後再進行分析包裝 而對果裡較小 或者是施賣一下 比較不好果實 果龍們就免費送到社區這裡來 讓長輩們製成冰棒 一方面可以消化這些水果 再者也能開闢社區財源 讓長輩們可以享受 免費的營養午餐 記者陳英志 竹山採訪報導